丁老师好 嗨大家好 好那丁老师一开始先稍微介绍一下 你当初是怎么样来到台湾 教授越南语 这个事情又先讲说 当时我怎么来台湾 然后来怎么交集这个越南语 好谢谢 这个问题很好 一开始我是缘分认识了我的老公 后来呢我就再来台湾 其实再来台湾的时候 我不会讲中文 对 那我觉得生活太辛苦了 太苦了 为什么 不是我没钱 因为我语言不通 我没有办法可以跟我老公沟通 我还没有那时候来的时候 说还没去上班 所以每天跟我婆婆在家 去比赤花脚 我觉得太痛苦了 我过一个礼拜 我跟老公说 你再不让我去读书 我就要回越南了 所以后来他就帮我找 一个像国小 那个叫西门国小 离我家挺近的 那时候是在14年前的 台湾有很多新住民 特别东南亚 越南也是或是菲律宾 因尼之类的 所以我就去参加那样的一个课程 那个叫神人四字 我跟一些台湾的中年老人 阿公阿嬷就学那个国语 那授课的是台湾的国小老师 对 那后来我就学了半年这个中文 然后我觉得我每天都最快乐的时间去上学 对对 那后来我学了一年多之后 我觉得我的中文的能力挺好的 然后再加上我老公也觉得我不应该可以停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学校离我家比较近的那个叫中华大学 本来想说让我去念中文 那以后来 那个书长就跟我们说我可以去念大学 我老公就好高兴 跳起来 他说 哦 我跟你讲 你可以念大学了 我说 有什么好吗 他说 你本来在越南就在念大学 是因为你嫁给我 你才不能念大学 哦 所以你中断了 对 我在越南的时候 我认识我老公 之前是我在念师范大学一年级 哦 所以我嫁给他 我还是一个大学生 嗯 对对 所以他知道我的梦想是 我本来也是喜欢教学的 那如果毕业的话 我也是一个高中大学的老师 大学的老师 对你在越南念的是师范大学 海防师范大学 所以本来就是当老师 本来是当老师 因为我从小 我记得很小很小 我就想要梦 我的梦想是变成一个老师 所以我就随着年龄的长大 我就一直沿这个方向去走 嗯 对就是当个老师 对 后来来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怎么可能 你讲话都不清楚了 怎么可能有机会当老师 所以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选择念是机管系 嗯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因为我父母是做生意 我觉得我多少可以在台湾 吸收一些精华的 然后可以协助到我父母 做生意这一块 嗯 那 maybe可能以后 我会回越南 做生意也不一定 所以我选择了机管 所以大学跟研究所 我都在中华大学 念了六年的机管 念六年 然后拿到大学的文凭 研究所毕业 大学四年 研究所四年 对 对 哇你蛮幸运的 老公这么支持你 要不然一般人家可能就觉得你你你你就是会中文就好了不用再念大学啊甚至还念到硕士 因为我老公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压力大到没把呼吸那么难 那时候小孩呢 那时候我大一的时候一下就怀孕大二就生孩子 哦 一样就怀孕就挺个大肚子去上学啊 哈哈 所以你念硕士那时候还要带小孩就对 哦 我生完大二就生完了 生完的时候就 哦 就没有带小孩 就是还是一样照着上学 因为我不想停 嗯 因为很不容易才交到一群好朋友 现在就 铁要休学然后下次你要就认识新的朋友就会觉得好麻烦 重新开始 对 而且再还家带孩子然后那个心去继续读书 所以呃后来跟我老公讨论之后他就决定让我继续读 然后小孩子就让孩子的姑姑带 嗯哼哼哼 对对对对 是是是 嗯 所以你说是那时候你做什么研究啊 不是要写论 我做研究对 我做我的研究是呃对那个 因为我们我是读企业管理的嘛 嗯 所以我做那个题目是咖啡馆的服务品 就跟呃的服务品比较 嗯哼哼对对对 所以你写这题目你以后有也也可能有兴趣会去开咖啡馆吗 呃 其实我在写研究这个观众 我就因为我家对面这是一个开咖啡店老板 我直接带他们那里店里打工了 嗯 本来想要说学这个然后去帮忙他 去帮这个老板雇他的店 因为他会展进他的店嘛 嗯 可是后来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计较书 所以我还是继续 就没有再走这块了 不过现在我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回去跟他学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这个毕业之后 怎么样开始有来教育呢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缘分 接来台湾这个缘分 教学也是一个缘分 后来我就研究所毕业之后 就开始找工作 然后有一天我的朋友 就要记了一张报纸 就是有写一个 沈黄峰老师的一个故事 然后上面有老师的FB 然后我就觉得老师很厉害 家他好友 所以我就传一个 我就写一封信给老师 我说我跟你很 我也是一个在台湾 就是从再来台湾什么都不会 然后现在已经收拾毕业 可是找到一份我想要的工作 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老师觉得我很像他 之前刚来台湾的那个样子 所以他就很有那种感同胜受 然后就要介绍那个北科大的 那个教越南语的这个工作给我 因为当时是老 沈黄峰老师在北科大教越南语 后来他因为任职到政治大学 变成专任的时候 他必须得要放弃这边的 那他觉得可惜 所以他就刚好那时候认识我 他就介绍给我 因为在七年前的新住民姐妹的 收拾毕业台湾台北没有一个找很难找 对 可是现在一堆啊 现在可能如果 如果是我在现在的话 机会不会轮到我 可是你接他的这个位置 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我当然压力很大 他已经很有名和气很会教了 有有啊 当然压力很大啊 就是因为他也不太了解我怎么样的人 可是他老公就会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觉得他对我的印象 他说这个孩子怎么会 这个女孩子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流利的中文 然后他一直鼓励我 我说他说而且你本来是当老师的 所以你有这个体质 我说可是我会原来语 我不会教 所以我我我我没有办法 我不接受他这个这个提议 他一开始我没有我没有接受 后来他老公一直跟我讲 然后沈老师给我鼓励他说 你就去吧 因为你就上来台北 那时候老师在工技中心教越南语 那个政大那边的 我知道在文山区 工技中心 对他在那边开原来 他说你每个礼拜六 你就上来上我的课听我 哦你就等于是在旁边当小助理 顺便当学生 对对对啊 然后后来我就这样子 我就要决定上了 我老公说好啊 那你去上 你本来就那么喜欢当老师 现在不能当你也痛苦 那你想去你就去我就去了 然后每个礼拜六的早上一样 就是大概六点多吧 就上台北 从新竹上台北 从新竹上台北 然后上他的课 然后到下午就回来 早上三个小时 就等到12点 是是是 每个礼拜都这样子 我延续这样一年 才开始有信心 才开始 对啊 可是也不会啦 没有太多的信心 因为就是 还是很 因为当时的我是还没有站在台面 台面上 真正的去教学生 后来第一天来北课的时候 学生这么多三十几个 我看到我本来就是准备了很好 可是一直在抖啊 对对对对 就会紧张啊 紧张啊 而且人数又多 对啊 然后来学生就吓跑了一半了 可是那一般的孩子留下来的 就是跟着我一年 所以他们是本来就北课的学生就对 他本来是北课的学生啊 哇那更难搞耶 因为如果是成人班可能他是小半字 然后也比较好带 对不对 那学生的话因为比较年轻 所以有时候比较皮啊 对啊皮啊 上课又吵 对啊 喜不喜欢我喜欢就来 不喜欢就不来啊 那种顾客群的比较不容易去控制啊 对对对 因为如果是成人班 可能因为他有迫切的需要 他会很认真学 对啊 因为他们想要学到东西 可是这些学生呢 他们是什么 我为了学分去学的 很不喜欢我就少来 反正对对 就是这样啊 我们不是说营养学分 但是差不多也是这样概念啊 现在学生就这样啊 所以就是留了一半 对留了超 大概一半多这样子 对对 后来就要跟着我一年 所以你大概教几个月才开始有信心 才会觉得说 就是我大概教了两三周之后 我大概知道是要怎么样那个 虽然是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备课 对我要备好今天的内容 像现在的话其实也不会了 我现在很轻松自在的 我知道我教哪个内容 那我就可以去把我的课刚弄得很好 很熟悉了 很熟悉已经熟悉到很熟悉 所以我才会决定把我知道的 就是把它写成书 对对 好那当初是怎么样来开始出书啊 是这个出版社来找你 就是要约你出书吗 这样子 其实也不是 就是当初是当初是以西安在北科 然后丽兰老师他那天 就是我的学生修我原来语的课 然后他也是当丽兰老师的助教 然后那天他就来 他跟丽兰老师说 我今天上原来语定老师的 丽兰老师本来就认识我 他说哦好 那他丽兰老师直接来找我了 然后他开始讲 我说 他说你为什么不输 我说最近有点想 他说对啊 那你得赶快输吗 他就说好啊 然后我说好啊 然后丽兰老师 那我就介绍那个 瑞兰的书馆社给你很好 是是是 对所以我才去 写Email给瑞兰书馆社 出版社 说我想要输输 对啊 那你出书前 有没有先把台湾的一些 越南相关的这个出版书品 先稍微翻一下 那个大概知道大家的一些优缺点 有啊 其实像那个吉他的 比如说中文或者英文的书 这部书我家最多的是书了 越南语的书 越南语都是 其实姐妹他们输了 越南语书我家都有 哦 你都会收收藏就对 那我其实 其实可能也是 跟瑞兰书版社有缘分了 因为其实之前 其实蛮想要输了 可是我老公 一直在嘴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不输一本书 你为什么 我就用别人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因为我看到太多 姐妹他们写的书 我想说 今天写这样的书出来 不是被人家骂死吗 哎 我是一个品牌 为什么 我一看到我的书 大家就会开始骂了 我说那我就不要写 因为很多书会很有 那种就是我觉得 一定会被人家找到理由批评就对 不是 可是有一些是 你就是简单的 你一定会错 因为我们不是神 不是百分之百是正确 但是你至少是有 95以上的一个成绩才对 你是错该不该错的地方 而且是台湾的学生 一看就知道你错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 所以我就没有很有自信写书 我说万一我这样错了 那不是被人家骂 很简单的错误 结果不小心笔误 对 对啊 对啊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很久 我老公说 你不要再犹豫了嘛 你就写了再说 然后 而且他说 你已经守备那么久了 然后 各种书你都看了 你为什么不敢 后来 丽兰老师这样讲 我说好吧 那我就要写好了 然后我就 很专心的在那个暑假 就这样子把 我知道的整理出来 两个月 对 把它整理出来 其实我觉得你这本书 还蛮 蛮有系统性的 对不对 从一开始的认识越南 然后一直到进入所谓的 每一课都是用情境的教学 为什么你会选这种 情境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 今天教一个简单的句子 来说语言嘛 就是如果你 你没有一个具体的情境的时候 比要不容易去待学生 他会没有逻辑 没有逻辑 而且容易忘 对 他容易忘 因为除了这个字 你示范了没 然后下一个 你去哪里 就没有系统 就怎么走 他就会 他就会没有那种系统性的 很容易忘记 而且这个是外语 不是每天会用得到的 所以我想说 那就拿一个情境出来 这样子 但今天他们去越南工作 或是去旅游的 他可以带着 这本书去 万一他不会念 没关系 他拿着 然后就是 紧那个路人跟他讲 也是可以 问路人 直接指到这个词 然后就问路人 遇到什么状况 就把这本书的课本 哪一课就翻起来就对 对啊 比如说交通啊 你课的时候 检测之后 你就会这样子 你问怎么老走啊 就基本的句子会用到的 我大概会写上去这样子 可是台湾学生是不是最常就是卡在发音对不对 这个发音 对啊 发音如果过不去的话 后面就学不下去了 发音过不去的话 其他就不用过了 对 对因为 其实学过语言的都知道 发音一个 学一个语言 发音就非常重要的 他会决定你之后的 嗯 发音 好不好 对 对 然后讲出来 如果发音不好的话 就没有信心 你没有之前学 等于这个语言就卡在这了 嗯 对啊 可是我们就要先搞清楚 那个你学的到底是北越口音 还是南越口音 我是北越人 所以我讲是北越口音 是标准的北越口音 所以你们都是推荐 应该先学北越口音比较好 对不对 因为官方 嗯 可以这么说 可以你可以先学北 北越的音 然后你去南中北都很通 那如果你今天 应该是就去南部的音 就是去北部也通 为什么 早期的话 可能就有一些方言 就大家都会听不懂 对 可是现在因为是 电视啦 广告啦 媒体太多了 嗯 就是南北的话 我们可以同时一级 可以受得到 所以基本上不太会有 说听不懂的那个 嗯 口语的这个部分 哦 现在资讯发达 发达都不行啊 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对啊 以前那个越南 你看的国土那么长 所以以前可能有些话 还通不到北越去 怎么可能我们没有机会 会见到南部的人啊 太远了 现在我们一手机打开了 哦这个是南部 他这个主持这个节目 啊他讲话很好听 我就听他的 反正现在就方便 多不行 嗯 对啊 连国外都可以听的啊 那我们接下来讲这本书的特色 你里面还有扫QRQ 然后全部都是你自己的发音吗 对啊 全部都是我的自己录音 那男 因为有男主角 因为还有那个男 男生 男生的一个主角的角色 所以我有几个越南的北部的一个 哪 得一个朋友来帮我录男生那个部分 哦 所以你们情境如果是男女对话的话 就是还有男女发音 对男跟女这样子 哦这个很少很少 这个是做的这么这么严谨 是因为瑞兰出版社觉得 要这样子有男跟女这样的一个分别 是要比较清楚 所以就特地要紧的一个男的朋友来录音 是 那当你熬过发音之后 会一些基本会话 那再来就是像我们就要学文法 对不对 然后你在书里也有文法的这个篇章 对啊 我文化很简单 我是会根据课文里面的内容 再去把这个文法讲解的更简单 就是比较易懂实用的这个情况之下 让你能去了解他在这个绘画里面的神仙是这样子 那学完之后你就可以马上这回用了 然后呢 当你文化看完之后再往后翻练习题 所以你这本书当初写是想要给自己的学生来用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让他自我练习 包括还要回答问题这样 其实练习题是怎么是 从我经过了这个绘画 单字跟那个语法之后 我会做一个总结 就是再给你做一个透透的一个 你对这个课的内容了不了解这样子 对对 然后后面练习熬过之后 就可以轻松一点 文化花絮 就是你收集很多越南文化的一个生活的实意住行 做一个简单的文章 让大家更了解越南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来到一个国家 不简单是会他的语言 我觉得会他的文化也很重要 对对对 因为其实越南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视礼貌的 礼仪的国家 那今天我们都了解他们在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会表达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 的一个礼貌或是用语的话 我们知道的话 其实他们会觉得你很内行 然后觉得你很喜欢 就跟日本话会有禁语一样 对我们会有禁语 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文化的部分 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读者 如果你在一边学习的过程 越了解文化 你会更有那个强烈的兴趣跟动机 一直学下去 要不然你永远一直背单字 你可能很快就背不下去 太无聊 你会喜欢很多像我的学生在学校 他学了这个语言 他就他上我的课子一个学籍而已 他就回来跟他父母说 妈妈我要去越南交换一年 就有那个信心 然后有一些就是已经交换回来 他们觉得就是可能是说 台湾离我们越南很近 可是平常不太会去关注到这个国家 对对 但是上了课说 哦原来这样子 越南也是一个不错 因为在很多人的一个刻板像 越南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 以前的印象很发达 可是现在的越南并不如此这样啊 不只是去交换学生 他们还真的是去越南玩了 自助旅行 对 上个学生 比如说集中就开始去越南旅行 然后集中回来跟我那个做报告 就很不一样 就是几个学生就约一约 就很暑假就去 他们几个都组成一组 然后这样继续了 因为出去越南很简单啊 而且又便宜 可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越南很危险 很落后 很脏 嗯 应该印度比较危险吧 我们每次看到印度的新闻 还负面新闻还比较多 真的吗 对啊 因为印度不是有种族歧视吗 而且对女生都很不尊重 没有 越南其实我们的生活文化 跟台湾很相似 嗯 对对对 那你教这么多年 包括你出这本书 你到底有怎么样 学越南语的技巧到底是什么 这个有没有 学生一定会一直常问你这同样的问题 你学越南语的技巧 一定就是说发音 嗯 那发音的话怎么学得好呢 就是你在学发音的过程 不可以用中文的 不可以用英文去标注这个字 不能 你只能用什么 用那个 这个音的嘴形 来去标注说 往上往下 所以我会告诉我学生说 你上我这个发音的课程 一定要很专注 第一个是我的嘴形 嗯 然后你要跟着我念 然后你要勇敢念出来 我听到你的发音 哦这不对的 因为你嘴形一放不对 你怎么发都是不对的 嘴形不对 发出来就不对 对 所以你要去那个 所以这本书太好的是什么 是我会 以那个台湾人 学原来语的角度 去模仿 这个嘴形 去描述这个嘴形是怎么样 舌头是往上的 或是嘴唇是往下 然后两个嘴角拉开 然后嘴巴是鼓起来 或圆了这样子 所以后来是变成是说 其实今天没有老师 你可以看这样的一个 翻译的一个 音的一个描述的方式 再来是听我的录音档 其实你有讲类的意愿是 可以把这个 那个发音学好是没问题 所以只要发音过了之后 就顺利了 就没问题了 因为原来语 它是个拼音的语言 对 那拼音语言是什么 你会看 你会说 你会念 你就会写 它是一连串的密集关系 跟我们中文不一样哦 你会念 你会说 你会写 蛮会忘记的 而且还要去 看那个字的后面的 去写 去读音就对 你们等于看字就可以 我们现在 最难是发音这个部分 所以大概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其实像我越南语的话 会有25个字母很重要 我大概教了两个小时 就要教完了 那因为我除了教这个发音之外 我还会给学生一个唱字母歌 所以他们比较不容易记得 哦 唱字母歌唱完就背起来了 唱完就背起来了 所以 因为我曾经有温泉讯得 他说老师你给我们唱那个歌很好 因为后来我们就没有忘记这个发音 我知道日语有那个50音的歌 想不到越南也有字母歌就对 越南也有字母歌对 可是越南字母不是又分这个母音 双母音 还有三个母音 有 我们有子音啊 我们先讲29个字母 29个字母分成12个母音 十几个子音 那之后是子音是有双子音嘛 母音是有双母音跟三母音 这样对 所以总括来讲 只要你这个 每个这个子音跟母音会背之后 会念之后 其实双母音或三母音都一样 对 因为一个母音你会两个母音和解来 就是那个音啊 三个母音和解来就是那个音 它差别也不会太大 对 那其实现在这个 除了这个透过上课的话 买书 那其实现在网路上应该有很多 这个免费的网路资源 可以去学对不对 有啊 网路也有一些 录一些那个影片教学 但是 就是要慎选老师 资源多 等于是说 当没有资源 我们就要需要资源 可是当资源多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挑选那个动作 对 因为可能很多老师 都会上传他的一些影音嘛 对 所以 所以你的建议是一定要选对一个老师 然后真的好好把发音学好 很重要啊 不要这个一下学北越 一下学南越 对对 你要先学好一个口音 再学下一个 因为它落差不搭 那如果你两个都混淆的时候 然后你的发音就会有一些问题 嗯 对对对 老师你个人有没有经营粉专 如果学生怎么跟你互动 我有一个粉专叫做 越南语我们念洗澡 快乐学越南语吧 哦 中文叫快乐学越南语 对 我之前有省力一阵子了 可是没有时间内经营 虽然也没有经营 最近有放上去 可是也没有很认真 我就没有什么更新 等我有时间我想要把这本书录成那个教学影片的时候 大家应该是 对大家来说应该是蛮好用的 很实用的一个教学工具 所以这个粉专还是你还是会看讯息吗 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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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问啊有人跟我说有买书然后问那个呃那也问一些问题这样子那我一般的成人班要怎么跟你上课 成人班的话呃现在我教的成人班不多就我教的现在是新竹游客叫新竹外贸协会 嗯然后还有台北我在中华大学母校那边教的一个叫劳动部开的课 哦那个是一般的进修班所以一般进修班一般人都可以上就对对对对那有一些是找我那个家交的我不太喜欢家交 哦家交比较花时间 一对一的话我就不喜欢交至少有两三个可是我自己也不想去找人 那基本上我想说有多的时间就看看书或是呃煮煮菜啊照顾家里这样子就不想要出来 所以我基本上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学校为主那我觉得在学校的我的课已经差不多了不需要那么超 哦再额外再去增加负担的对对像之前假日我都有去那个教育部那边啊他们有进行那个108年课纲那个母语教学啊新住民母语教学 然后去当那个教育部的呃这个教学讲师嗯六日这样子跑那个新门马祖这样子飞啊后来觉得好累啊 然后这今年就比较没有去了嗯我女儿会会那个她说人家都是妈妈陪我都是爸爸陪 所以有意见啊他有意见啊他们现在应该也正需要这个对啊我女儿今年六年六年几了对啊对啊而且马上国中就更需要这个家长陪对对对嗯所以你这本是初级你有计划在所谓的中级高级有中级我中级可能明年会出吧因为呃其实基本上我的学生会学大概一年多的越南语一两年 嗯那如果以这本书的话我们能学一年所以等于是我们还没有课本所以我想要说把这个呃写成那个中级哦所以说如果跟着你学一年的话大概就学到自己这本初级学完就对那之后就要进入高级就要等你的中级的课本出来对对对嗯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丁士隆老师为大家介绍爱上越南语然后这本书呢瑞兰国际出版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